有人在树林里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这些东西一直生活在树林里 看上去非常诡异恐怖 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呢? 人们又是如何发现它们的呢? 本期视频探讨话题 人们在树林里发现最奇怪的东西 河爱人脸 有人在树林中发现了一条河 这条河与普通的河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让所有人感到难以置信的是 有人居然在河岸上发现了一张人脸 人脸为什么会漂浮在河面上呢? 实在是太让人感到震惊了 当这个人靠近河岸之后 才发现这并不是一张真的人脸 而是一个青铜面具 这个青铜面具应该来源于原始社会时期 是一种非常著名的历史文物 具有非常深刻的历史意义 鲸鱼尸体 有人在茂密的丛林里发现了一具鲸鱼的尸体 这具鲸鱼的尸体非常的庞大 大概有30吨重 鲸鱼为什么会出现在茂密的丛林里呢? 有科学家推测可能是因为这片森林位于海洋的入海口 有一头鲸鱼 它的尸体被海水冲刷进了森林里 所以就出现在了茂密丛林里 宝剑 有人在森林里发现了一把宝剑 这把宝剑的做工非常精美 就像是一种来自于上世纪80年代的历史文物一样 这把宝剑为什么会出现在树林里呢? 有人认为可能是一位古董收藏家 故意将宝剑移留在了这里 也有人认为可能在这片丛林里曾发生过一次非常恐怖的远古战争 很多士兵将宝剑移留在了这里 所以就有人在森林里发现了一把宝剑 寻人启事 在茂密的丛林里有一些树木 这些树木的树干上粘贴了很多寻人启事 人们对这些寻人启事进行了研究之后发现 寻人启事上面的内容都早就已经失效了 那么为什么有人还会将寻人启事贴在树木上呢? 实在是太神奇了 外星飞船 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外星人存在吗? 有人在茂密的树林里发现了一艘外星飞船 这艘外星飞船的飞行速度非常的快 几乎是一闪而过 但是这艘外星飞船的出现还是让人 怀疑这个世界上可能真的有外星人 有人在两个树木之间发现了一扇门 这扇门看上去非常的神奇 就像是一扇时空穿梭门 但其实这个门只是一件艺术品 有一位艺术家在这个树林里制作了一扇门 这扇门蕴含着很多艺术价值 宝藏 有人在泥土里埋藏了一个木头盒子 这个木头盒子是一个宝藏 有可能藏着珍贵的珠宝和黄金